在娱乐业,你必须要学习世界,而娱乐业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最复杂的,如果你不注意,你可能会侵犯一些人的利益,这将不可避免的带来各种麻烦。 就像小翠在这段时间里被推到了最前沿,由于暴露了太多未知事件,各种各样的麻烦仍在继续,人物的各个方面都开始瞄准它,因此,似乎娱乐圈中的一切都敢说,那么就很难站稳脚跟,并且老梁只是这样一个人,并且与小翠有一些相似之处。 我相信每个人都是老梁故事会,老梁朝看世界这些程序很熟悉,这些节目自广播以来就收到众多粉丝的喜爱,主要是因为他们可以在节目中学到很多不为人知的真相,有些是民间悲同,有些则是明星隐私,其他任何地方都不知道的信息可以在老梁找到。 正是由于该进化的这种性质,他注定要冒犯许多人,就在最近,我得到了确切的消息,及老梁托管的所有程序都已下架,没有任何警告或解释,老梁被正行阻止。 所以,出于什么原因?估计网民可以用小指猜测,他们必须冒犯一些人,他们正在寻找件背后的关系,那么这是谁和老梁有这么大的怨恨? 在这方面,一些网友推测老梁,最近在老梁故事中谈到了杨米,并给出了杨米的代表老梁,老梁认为杨米的表现非常糟糕,完全不清楚杨米是如何发射的。 我拍的一些电影也是老死电影,正是老梁的评论遭到了一群杨米粉丝的攻击,许多铁粉到老梁的微博骂老梁,从这些线索来看,最大的嫌疑人是杨米,我看到很多网友也叫老梁,如果是杨米,我希望他能放售老梁,毕竟,没有多少人敢于在圈子里说实话,我没想到会冒犯那些拥有权利和权利的人, 我不得不说圆圈真的很黑,那么各位网友,你怎么看待这个月入十万赚钱行业,如果你想月入十万,微信13821799642。